大家好,这里是萨诺雷哥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农民朋友都想听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骗了咱农民一辈子的五句话 每句话呢可以说都深寒有很大的意义 而且句句都是非常的扎心 这五句话呢,你听过哪句话呢 想了解的朋友们,随着我的镜头,咱们继续往下看吧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你们呢,应该非常清楚 农民是我国的根基和脊梁 虽然说农民朋友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好 面朝黄土,背朝天 他们的收入呢也是不高 但是他们勤奋,朴实,又敬业 而勤奋,朴实,敬业又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非常受每个人的尊重 然而,他们往往会被一些谎言所蒙蔽 有些谎言可以说深,扎得非常深 成为一些人的精神支柱 阻碍了个人和乡村的发展 尤其是在标题所说的那几句话 这几句话呢,欺骗了咱们农民的一辈子的几句话 首先,咱们想看第一个 那就是,劳动最狂 所以劳动最多,还用想嘛 肯定就是咱们农民 但是,哪个农民不是一辈子辛苦劳作 哪个农民不是在秋收之后 或者是在夏季修小麦的时候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是,到头来 哪个给咱们农民颁发了容易证书 哪个给农民发放了奖金 都没有 农民有的可以说 腰都累了,背都驮了 腰甚至都弯了 落下来一身的疾病 到老了呢 每个月领着几十块 一两百块钱的养老金 这个都是非常不错 但是咱们农民来说 虽然说收入不高 但是最高兴的就是 服务着整个中国人 第二句话呢 吃亏是福 如果吃亏真的是福 那为什么还有的人 增着去吃亏呢 如果有的人增着去享福呢 可以说这句话呢 真的是让一些老十八周的一些农民 真的是听着特别高兴 可事实上呢 农民一辈子吃了不少灰 饭都没得吃上 到头来 哪里有福祥啊 第三句话 那是人人平等 这句话呢 可以说最扎心了 咱们农民 可以说 老苦了一辈子 哪能谈得上人人平等的 一辈子安分守己 非常朴实 非常勤奋 但是到最后 能得到人人平等吗 相信屏幕前的朋友 你应该非常清楚 第四句话 那就是 更加的苦恼 勤劳能支付 勤劳支付 这一个传统观念 自古以来 砸的身 特别深 尤其是农村人的心中 可以说 更为苦恼 勤劳真的能支付吗 做比方 农民种的玉米 种的小麦 每天忙个不停 到最后呢 一亩丁就收入着 五六百块钱 好的话七八百块钱 能支付吗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不必给大家 细心的解释了 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个是最搞笑的一个 咱们大家说的那三个字 读鸡汤 生活当中 退一步 只能换来 得罪尽尺 变本加厉 老实人 退让 并换不来 风平浪静 只会让对方 好欺负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我相信 咱们屏幕前的朋友 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退一步就是深渊 永远都翻不了身 就像电视剧 李云龙 说的那句话 狭路相逢 勇者上 大家觉得 说的对不对 一项呢 就是简单的 给大家所分享的 欺骗咱们 农民一辈子的 真实的五句话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 你觉得哪句话 对你出生最深的 或者是 在你的脑海当中 还有哪些话 欺骗了咱们农民呢 把你的观点 你的想法 打到评论区 分享分享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